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以目前對Android手機有一定了解的觀眾 對於高通這個名字 想必已經聽到快要爛跳了 高通就是個對手機晶片來說至關重要的製造商嘛 從處理器到通訊模組等等 到處都有高通的蹤影 尤其手機處理器這塊應該是各位最熟悉的 現在要你們舉出三款高通手機處理器的名稱 你們應該五秒內就可以答出來了吧 打折之前你們應該也有看過 某些手機推出的時候 會標榜著首發高通blah blah處理器的機種 比如當時Moto Edge X30就是首發高通Snapdragon 8 Gen1 而小米11就是首發高通的S3個8 但說是這麼說 實際上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內建該款處理器的機種嗎? 那當然不是 畢竟在這次放在市面上的機種之前 當然還要先經過無數次的測試嘛 硬這個時候就有工程機這個東西了 這種工程機也有一個別稱 名為QRD 全名叫做Qualcomm Reference Design 簡單來講就是高通會有其他廠商 設計出一台手機 並在裡面放高通的處理器來測試各項功能 順便作為它們前期展示該處理器的載體這樣 那這些工程機外型通常沒什麼特別的 內部的功能更是陽春到不行 每連進Google服務都是常態 而且也有可能會伴隨著一些Bug的毛病 但是它們都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 在正式供應處理器給各家廠商的手機之前 就是由高通的工程機來測試除錯的 只是畢竟那些都是內部的東西嘛 在該處理器正式發表之前 都相當機密不能隨便公開 就算處理器已經發表了 這些工程機也不會就這樣公開販賣 即使有人在賣好了 那個數量也是相當知識少的 這不意外嘛 這種東西也沒在量產的 那之前高通跟聯發科 其實也有幾次有提供工程機給一些科技創作者 像是吉克灣、邦尼邦尼等等 除了讓他們搶先一虧那處理器的各項表現之外 也是一種宣傳的方式啦 比如當初高通八加G1的時候 就是給創作者們上手PO影片之後 大家才知道 這處理器看來比八加G1還有料許多了 那雖然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拿到所謂的高通工程機 但是前不久我朋友就寄了一個酷東西給我了 應該說 一箱酷東西 對這個箱子裡面放的全部都是來自高通的工程機 而且不是一支 不是兩支 我居然一口氣抽到了十支不一樣的工程機啊 不得不說這個畫面真的超壯觀的 絕對是比在桌上擺十支iPhone 15 Pro Max還難得 因為每支都不是隨隨便便便中能拿到的啦 所以iPhone 15 Pro Max好像也不是隨便就可以拿到的東西啦 反正你懂我意思就好 而在暫時探索這幾支手機之前 得要先特別感謝一下這位B站的UP主 因為這裡絕大多數的工程機 都是由他所提供給我朋友的 也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可以拍片分享給大家 那這支手機 我也只是開箱把玩個其中幾支而已 不過我朋友也有整理出一些這幾支手機的相關資料 所以我這裡就邊稍微講解 邊跟大家一同探索這支手機有什麼酷酷的地方吧 現在這十支手機 我是從等級的高梯去排列的 那麼我們就從等級最高的開始看起吧 這支手機搭載的是高通的8加GEN1 整個外型或許有些人有印象 因為之前高通有提供這支給極寬測過 機身是銀色的 然後是霧面塑價的材質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上半部嘛 有好幾個孔洞 旁邊寫著ANT 然後有ANT1到10這樣 就是用來接各種天線的 再來這個大接孔寫著DEBUG RCM 顧名思義就是拿來出錯用的 可以將它接到別的機器上面這樣 而右邊這裡寫著Fake Battery 假電池 原本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就是內建的電池 不過你也可以把這個電池接孔給拔掉 直接用別的東西來供電這樣 那左邊的鏡頭其實有好幾顆啊 而且你以為只是裝飾用的嗎 不是呢 這幾顆都是貨真價值的鏡頭 畢竟工程師也要拿來測試嘛 比較難人詢匯的是底下這個AI camera這樣 一般市面上的手機寫這幾個字 是用來告訴消費者他的相機有AI功能 這我能理解 可是一台工程機寫這個的用意是什麼啦 是給工程師看的嗎 應該沒必好吧 再看它的側面 感覺有點像是霧面的金屬材質吧 那這邊有音量鍵跟電源鍵 下面這塊顏色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是毫米波的天線 這台美版的iPhone也能看到 但是台灣是不能用的 再來另一側 沒任何按鍵 不過也有這個毫米波的天線 然後頂部沒東西 底部有Type-C接頭跟SIM卡插槽 看了一下這手機是支援雙實機SIM卡的 應該也可以拿來測試雙卡雙待吧 那正面的話長這樣 上下的邊框蠻粗的 這讓這機身尺寸就有點ROG Phone的感覺 然後這些工程機啊 理論上通常都是蠻好拆的 講這台8x1的背蓋沒有什麼黏膠 用指甲摳幾下稍微注意一下卡榫就能拆背蓋了 那我們也順便把上面這塊給拆了吧 這個就要出動螺絲起子了 OK 看到了吧 這一鏡頭是真的有連接到主機板上的 這邊還連著一塊NFC的線圈 得注意不要去扯到 那旁邊這塊就是主機板 處理器那些就藏在金屬散熱板底下 要拆就相對比較麻煩了啦 我這裡就不碰了 反正我們就裝回去 然後將它開機吧 OK 第一個畫面就是告訴你 這台的Bloader已經解鎖了 這個有解鎖過手機的觀眾 對這畫面應該不陌生 頂截走之後才可以做更多事情嘛 像是刷機那些的 你說這樣子手機還有保固嗎 那工程基本上是哪來保固啦 接著下一個畫面就是高通的LOGO 然後就是簡單的Android自樣動畫啦 這個就是完全原生的Android開機畫面 完全沒有經過修改的 來來來 我們一起看看它有多原生 這個是它的鎖定畫面 桌布就是最原始的那張 而且桌布也存在好幾年了啦 從大概Android 7.0就有了 但我相信這手機也是沒別的桌布可以選的 而且你看角落時鐘這裡 都被圓角給切到啦 後續手機製造商一定都會這樣 始終給往內縮來搭配這個圓角嘛 不過工程機的介面又不需要好看 於是就放著不管了 但這片螢幕倒是蠻好看的耶 應該說我這樣試用幾台工程機下來 他們配的螢幕都是不差的 除了看起來很明顯就是AMOLED材質之外 這個更新率也絕對有120Hz 設置更高 喔 看來是片144Hz的螢幕啊 而且這個設定畫面蠻特別的耶 應該是高通加進去的 它可以指定個別的App要哪樣的更新率去跑 想買這幾個應該是指定過的程式們 像是相機鎖在60Hz 音樂App也鎖在60Hz啊 這我就不是很懂了 那我們返回到上一頁 它這邊也有色彩選項可以調 這個GCP Vibrance 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反正就是一種鮮艷啦 然後這邊又有另一個調色彩的地方 底下還有好幾個名字沒有寫出來 就是預留用的吧 啊對 這手機運行的系統版本是Android12 差不多啦 就是八家就用那個年代 那我相信也是不能再升級的 就來看看它的程式機有哪些App吧 如果你認為它應該不會放什麼東西進去 那你就錯了 它可是工程機裡面當然會放一些測試用的App啦 你看 不是高通的logo 就是連個logo都沒放上去 而且為什麼會有兩個電話App啊 雙卡的關係嗎 反正我們就這樣順著挑幾個來開啦 那首先就是相機了 這應該也是原生相機就是了 對 平時我手機上的那種相機App 說不上去原生 這種的才算真的動通沒動過的啊 所以功能也都超級基本的 就簡單的拍照錄影 有HDR可以調就是了 而且這手機後面那麼多顆鏡頭 軟體也沒寫好 讓它們可以切換使用 欸不對喔 話好像有點說得太早了 它在放大的時候你看這個色溫很明顯不一樣了 這個應該就是有切換過去了啦 可是超廣角的話 對 就還是不能用的 接著我們開這個AI看看 少數有自己圖示的軟體 呃 卡住了 但這種情況真的很常見就是了 有時候它可能要接上工程室內的電腦 執行特地的程序 才能讓這些App正常使用 這個BT Test App是能進去啦 裡面有一些按鈕 這應該是測試藍牙相關功能的東西 那應該也要有個對應裝置 才可以正常使用 然後我開了Career Switch這個軟體 字面上來看是切換電信業者 底下有兩家電信公司 一個是中國移動 一個是中國電信 所以按了是能... 欸 重...重開機了? 我猜這張系統以為你插了這家電信公司的SIM卡吧 不過為什麼是這兩家 我就不清楚了 結果重開機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它座部就變了 而且現在就只生一個電話App了耶 還蠻奇妙的 然後這個Deaf Check 應該就是後來才裝上去的啦 它就是個大家都載得到的第三方App 查規格用的 那就來看一下它的資訊吧 螢幕是1080p的 記憶體12GB 儲存的空間256GB 你看 就連工程機都知道要放12GB記憶體進去了 那些放8Gin2處理器 卻還在8GB的廠商真的是母湯耶 喔對 而且這裝置的名稱叫做 Qualcomm Taro for ARM64 之前滿多那種 新處理器跑分現身跑分網站之類的新聞 都有出現過這個Qualcomm Taro的型號 反正就是高通內部的代號吧 可是Taro不是芋頭的意思嗎 然後看來它配的是一顆4000mAh左右的電池 那這個名為FDI的App也有自己的圖標 進去之前還要先打驗證嗎 可是每次都是打這個QCOM啦 反正裡面是這樣的 就也是測試輸出用的App啦 但我前幾天試完的時候真的是給它嚇死了 當初我按了這個CoreDump之後 系統就重開機 接著就進了這個畫面 而且怎麼重開都一樣 最後是進Recovery模式 回復出場設定才順利進系統的 在這之後就再也不敢按這個了 對我這種只是拿來把玩的人來說 就只是找自己的麻煩而已 那下面的這些App各位就加減看看吧 反正就也是測試各項東西用的 一般人玩不出什麼東西來 等到有照一日我正式成為高通工程師了 我再向各位解釋一下吧 到這個Step Dragon Camera可以點進去玩一下 這就是高通做出來的相機App了 雖然街面還是滿陽春的啦 但是你看它可以使用超廣角鏡頭了 還有所謂的人像模式 所以我猜這背後的4顆鏡頭 應該就是主鏡、超廣角、望遠跟測距鏡吧 萬一給它帶出我們拍幾張照給大家看好了 總之這個就是所謂高通8加就案工程機的部分 講了那麼久才講完第一支啊 不過後續幾支我應該都是講它的外型設計為主啦 系統內部應該大同小異…吧… 不知道搞不好也有什麼驚喜也說不定 反正就來看這兩支啦 外型一樣裡面的處理器也相同 它們搭載的是高通的S888 這次的外型應該就比較少人看過了 當時高通應該是沒外接給其他創作者 反正背面一樣有這些孔洞 留給天線跟出錯接頭還有機甲電池 鏡頭模組是這樣排列的總共有4顆後鏡頭 其實左邊這顆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鏡頭啦 看這件事滿特別的 側邊可能也是金屬邊框 然後有毫米波的天線在兩側 而SIM卡槽在這裡,Type-C孔則在底下 那這兩支雖然心臟一樣 但因為內機系統的心後不太相同 所以體驗上也有些差別 總之我們開機就對了 欸對耶,我們還沒提到這幾支的按鍵手感 S888工程機的話 鬆動感有一些但不會到太多 按下去的回饋感也是明確的 只是8再就換的鬆動度則是更明顯一點 用力點搖是會有聲音的 對,這些他們是工程機 所以評價認證手感什麼的 對你們來說可是幾乎沒參考價值 但我還是要講,因為這是我的堅持 至於我剛剛說的系統不太相同 最明顯反應出來的就是螢幕更新率啦 這一支應該是還沒寫好的關係 不僅更新率很低,還會有一些動畫破圖 你玩一支就正常了,它是120Hz的 那我們就拿這支吧 也可以看到它的下巴寬度又比上一支還多了 比起它的年紀應該是比剛剛的還多一側以上 這次底下還貼了一張Internal Usage Only的貼紙 意思就是只提供給高通內部使用 喔,然後各位不用擔心啦 這些手機都是可以拍片公開給大家的 但如果是那種還沒公開處理器的工程機 那當然就是不行的 系統的話看來是Android 11 而上方狀態列的文字依舊是被圓角給切到的 然後程式機裡面電話App同樣有兩個 這個QDCM開頭程式在剛剛那台好像沒看到過耶 點進去有不同的顯示模式 中間還有各個顏色給你參考用 它應該就是讓你調色的工具吧 你想要將這些模式調成哪種顏色的風格這樣 對,按切比按鈕之後這裡就可以編輯色溫 還有色調對比那些的 那我們就試試看嘛 如果把整個顯示給調外的話 天啊,它就真的都變了 一整個變得超奇怪的 再來它也有那一件高通的相機 可是好像就不能切換到超廣角了 不知道是還沒寫好還是這後鏡頭沒超廣角 這支也有裝DeafTrack進去 可以看到螢幕解析度一樣1080p更新率122 然後同樣是12加56GB 裝置名稱叫做Qualcomm Lahania for ARM64 Lahania其實就是S3.8處理器的代號啦 在這處理器公開之前就有傳聞過了 然後Lahania是夏威夷的其中一個地名這樣 反正S888工程機就講到這裡 我們要再退回到上一代了 沒錯,那就是所謂的S865 是顆2020年的旗艦處理器 自己用過這處理器的手機 我應該不用舉例了吧,一大堆 對,然後它的工程機外型就長這樣啦 不得不說它很好看耶 背面是白色的 下面還印著高通5G的標章 搞不好剛才幾支背面也有印啦 只是被這個貼紙給貼住了我這裡看不到 然後上面的開孔 除了天線跟Debug還有假電池之外 這個RCM被獨立出來了 還有一個叫做Jack的接孔 詳細用途我也不太了解就是了 然後鏡頭總共有兩顆 它這個鏡頭組的設計 就讓我想到LGB30這支手機 但正面就差很多了啦 這上面的白色,好粗啊 然後它的開關鍵在右邊 音量鍵在左邊 按鍵手感...嗯...普通 那看來也是金屬的邊框 左右看起來像是毫米波的天線 不過2020年初 高通就做出5G毫米波晶片了嗎? 但也有可能就是了 他們在這部分本來就是算是領導廠商 總之我們就叫它開機啦 然後它上面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字 反正也是記錄一些資訊之類的啦 這邊寫著post time 而搭載系統是Android 10 看了一下內建的程式應該就是那些 然後這螢幕很明顯就是60Hz了 比起那年代120Hz的手機還不多嘛 我們就直接看看它的規格門好了 喔!這螢幕解析度有到140P耶 而且對,目前看的這幾支都是AMOLED材質的 所以工程師應該有要求工程機的螢幕射准要夠吧 畢竟是要拿來測試的 再來機體是6GB的並不多 儲存空間則是128GB 然後這支的代號叫做Kona 其實也是高通S865的代號啦 不過這手機存在著一個問題啦 比如這個Google服務會閃退也無法正常使用 還有它只要一開機就會開始嚴重發熱 現在這整支手機都已經是燙的了 你們剛剛也有注意到這個CPU溫度已經飆到670 剛剛甚至有到80幾度了 之前有試過我就只是放著代機而已 它就自己過熱關機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先關機讓它退下休息吧 接下來輪到這支綠色被蓋的手機啦 這顏色真的是還蠻特別的 它甚至還有漸變的風格 那它搭載的處理器就不是旗艦的啦 是一顆2021年發表的中高階款S780G 之前用過這處理器的手機就比較少了 比如小米11 Lite 總之背面一樣有天線孔跟Debug還有假電池 後鏡頭的話是三顆 按鍵門躲在右邊這裡 手感也是普普啊 這電源鍵的晃動程度有點大 然後這次就很確定有5G毫米波了 因為它跟這台8家就安裝工程機的正面 根本就是同個摩子印出來的吧 螢幕感覺一樣大 邊框也一樣厚 呃說是一樣厚啦 但已經是這其實手機裡最窄的了 系統版本應該很好拆啦 就是Android 11 但是螢幕的顯色有點奇怪就是了 可能是沒調好 那看了一輪 應該是沒有之前沒看過的程式在裡面 來看一下高通的相機好了 哇 奇怪的地方出現了 它的1倍很明顯就是超旺角鏡啊 要切到大概2.1倍的時候吧 才會切回主鏡頭 然後大概3.4倍的時候 還有一個切換鏡頭的動作 這個想必就是望遠了 那就來看看它的規格吧 螢幕是120Hz的 那機體的話應該就是8G儲存空間128GB 而且這手機的型號也是Lahania 跟那台S888一樣 不過只有S888的代碼是Lahania就是了 S888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代碼的 喔對 然後這邊往下滑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系統本身就已經是root過的了 這幾支工程機都是如此 那也很正常嘛 要開發用的 OK 接下來我們要套入這個 有點戰損的世界了 其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背蓋已經一視不見了 這台手機的邊邊都感動 膠布整個黏了起來 搖一搖還會有這種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還是螺絲鬆動的聲音 但沒關係也不是不能用嘛 反正我並擺的是音量跟電源鍵 音量鍵的扎實度意外還行耶 不太會晃 電源鍵就比較普了 那主動車貌似同樣也有5G毫米波的天線 欸 那你們可以猜一下 這手機大展是哪款處理器啦 它也是一顆之前蠻多手機廠商都用過的SoC 那就是高通的S765G 雖然是剛才S780G的前身在2019年底發布的 舉個例子 Google Pixel 5就是用這顆 所以論年代而言 跟這支S865工程機還蠻接近的 從機身設計也能看出來啦 螢幕邊框大小基本上也一模一樣 而且我看到這手機 似乎就有一種華碩Zenfone 5的既視感 或者是新款Zenfone 5 只有那個邊框跟按鍵都幾分相似 而且事實上啊 根據那位BeachUp主所說 近期的高通工程機 機身部分都是由華碩所代工設計的 雖然不確定是多近期啦 但你在剛剛那幾支上面 可能或多或少能看到一點華碩手機的影子 而且近期華碩跟高通的關係 確實都蠻好的嘛 想之前8GB專案的工程機 還有包裝成ROG Phone的模樣 有一次市面上有在賣 號稱高通信仰機的 Smartphone for Snapdragon Insiders 這個機身也是由華碩來設計的 所以確實不難想像 那些工程機都有華碩來參與卡啦 然後等等進系統之後 各位就會發現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對,那就是它的系統 居然還是搭載Android 12的 因為這支是我朋友他自己收藏的 有經由一些擁有這支原始碼的人 做出Android 12的ROM來刷 你看這桌布 這也是我朋友自己換上去的啦 除此之外 他也裝了Magisk這個插件工序進去了 總之就是一直感覺 這裡已經可以拿來日常使用的手機 那我們來看看規格 你看,跟那台S865一樣 這手機的面板也是1440p解析度的 而且記憶體比這個S865還多耶 蠻妙的 儲存空間就一樣 然後這支的代碼叫做Little 蠻確定這個就是S765G處理器的代號 好,接著來看這裡的第七支吧 看到這比較長的螢幕比例 就知道它比S765G還新了 但等級的話是比它還低一點的 這支的處理器呢 是S750G 算是第一小機啦 想查信的A52就是用這處理器的 而且它的背蓋也是不知道跑去哪裡了啦 但從邊空來看還真的是頗有質感的啊 除了是金屬的之外 前後也都弄了鑽石切邊處理 一台工程機居然會這樣搓頭的喜好 而且電源機還弄了不同的紋路 好讓你識別 但鬆動度就蠻明顯的了 比較可惜 那這手機也是我朋友自己收藏的 所以也裝了Android12 然後也換了桌布 也一樣有裝Magic進去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有這個軟體模擬出來的超窄瀏海 那你看它的螢幕也是120Hz的 解析度就10MP 記憶體就不多了 總共5.3GB 應該就是6GB來的 儲存空間128GB 然後這次的代碼也叫LITO 不過應該只有S765G的代碼 叫做LITO才對啦 S750G的代碼我這裡查不到 反正就來看看下一支手機吧 我覺得剛剛話有點講太早了 前面兩支不是戰損版 這支才是 不僅被蓋沒了 也沒有用東西貼著 而且用之前還要自己一張電池給接上 反正它的呢 是那件高通S730處理器 雖然是S750的上一代 三星的A711就使用這顆 按鍵手感我覺得算中上等級吧 送送度並不多 欸對 然後耳機孔在這支上面也出現了 前面幾支工程機都是沒有耳機孔的 看來3.5mm對他們測試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而且啊這樣看下來 它也是第一支有預留指紋辨識的手機 就是在背後這裡 但辨識模組看來是沒有放上去啦 可能連這些被蓋一起被拔掉了 那這個正面看起來是片18.9的螢幕啊 只是辨框以現在標準來看 超級厚的 而且前面的玻璃裂掉了 應該是有被摔到過 哇然後看來這個系統版本 又是更早以前的了 我們來確認一下 對嘛它還在Android 9 欸但是它絕對不是這幾支裡面 最老的工程機 而且這支內建的測試App比前面幾支還少了 一滑就滑完 倒是這個像一個人影的icon好像 有變多了 我們就隨便點一個看看好了 裡面寫一個self下面一行not subscribed 點進去之後 哇好多東西都是not subscribed 我知道是為什麼了啦 一定是因為你各位都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沒訂閱的各位 都看到這裡了 不考慮按一下下嗎 好所以它也是一片1440p 60Hz的螢幕 好像大概這個年代的高通功能機 用的都是這塊面板吧 不過市面上那些用S730的手機 應該沒人搭載解析度那麼高的螢幕就是了 畢竟那些手機都是中階定位的嘛 只是如果你想配個1440p螢幕 那這顆SoC也是支援的 而且它的機體有到8GB欸 哇 也有點不太懂高通它們是怎麼分配的 之前的S865用6GB 這個S730卻有8GB 然後這裝置的型號是SM6150 這也是有點奇怪的地方 SM6150其實是S675處理器的代稱 可是這台是S730啊 反正這台我們就讓它退下吧 來看看倒數第二隻手機 同樣呈現一個裸背的狀態 如果它背蓋還在的話 那應該會是藍色的 而這台工程機 搭載的是S720G處理器 聽起來好像比S730還早發表 但其實並不是 S720G比較新 它是2020年初的產物 然後S730是2019的 只使用過它的其中一隻手機 有HTC的Design 20家 然後按鍵手感嘛 比剛剛那台還差些 那也同樣有配備耳機孔在頂部 至於它的正面長怎樣 等等進系統後我們就知道了 答案揭曉 它配備了一片瀏海螢幕啊 它這幾次裡面唯一一台 具有瀏海的手機 而且看來狀態力也有為這個瀏海去做調整啦 不像前面的有些手機都不躲一下圓角的 那系統的話 從電子圖標來看應該是Android 10吧 你看我說的沒錯 然後內建的APP 就那些軟體 我們直接來看規格 這台的螢幕就是1080P 配上60Hz了 記憶體6GB 儲存空間128GB 我有點好奇 他們工程師有需要那麼大的儲存空間嗎 還是他們128GB的顆粒成本也不貴 就一次進了好幾顆這樣 再來它的型號是 Ato 很特別的名字 剛查了一下 Ato是環膠的意思 然後確實就是S720G 這處理系的代號 那來啦 終於要到最後一支了 其實這支工程機啊 是我認為這十字裡面 設計最有意思的一款 你看 它就是一片乾淨的背蓋 沒有預留開孔那些的 那你要聯繫天性跟除錯等等 也還是可以啦 剛剛有說他們的背蓋 通常都是蠻好拆的嘛 這也不例外 拆來之後 就能看到這些東西了 而且呢 背面的指紋辨識模組也都還在 好啦 我們把它拼回去 各位看這工程機的配色 它是灰色 配上金邊的設計耶 邊框也都是金屬的 也就是說這十支工程機 每一台都忘了金屬的邊框 質感真的是不出市面上的手機 除了背蓋之外啦 這個一定得用塑膠的 沒辦法 然後背面這個高通logo 上面也沒有5G字樣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 這手機的處理器不是更低階 就是更有年代感 而且 有一個我覺得超級酷的設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比下處理廠商都沒用過這種概念 各位看這個音量鍵上面 是不是有個小孔 是的 你想的沒錯 因為它居然是結合了SIM卡套的設計啊 這樣戳回來就能放SIM卡進去 然後它也是有MicroSD卡槽的 而蓋回去之後 它也同時可以當音量鍵來使用 雖然 好啦 這個代價就是雙動度實在有待加強 但這設計真的是酷到一個不行 然後這個正面啊 你看 又是一個年代感的證明 它是這幾支裡面 唯一一款方形螢幕的工程機 而且不是AMOLED 而是LCD的技術 此外你看這個邊框厚度啊 真的是除剩的可以挺航母了耶 上下寬就算了 這個是連左右都超粗 那你們能猜出它用哪款處理器嗎 直接點進來看規格啦 當然就是高通的S675 已經是2018年底的東西了 之前用過S675的手機 已經要追收到紅米的Note 7 Pro那類的 然後螢幕是18比9比例 1080ppi上60Hz 記憶體跟儲存空間就真的比較古老啦 4加64GB的 再來型號是SM6150跟S675的代碼相符 這裡也可以看到系統版本啊 是Android 9的 而且不知道耶 這台幾乎就沒內進什麼 高通內部的測試軟體了 但還是有兩個電話App啦 然後高通的相機也有裝在裡面 不過這個介面就是比較舊的了 反正10支工程機差不多就講到這啦 但剛才有向大家答應 要把這台8加進彎的工程機帶出門拍照嘛 那不如就給我一天的時間 次拿它來當主題機用用看 然後講些信的吧 所以還真的要在一台工程機上面 進行這樣的儀式了 沒關係 我可是什麼手機都能用下去的人呢 總之現在我與這個高通8加進彎工程機的生活 正式開始囉 那...好 經過了一天的使用之後 我能對它有什麼心得嗎? 欸...還是有的 首先可能是硬體或軟體上的瑕疵 就是工程機左半邊的觸控是不太好的 經常按了都沒反應花了斷觸 有點困擾 能的話還是操作右半邊為主比較好 接著來說說螢幕本身 亮度OK的時候 看一般內容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省著YouTube的HDR影片它也都支援 那如果將螢幕調按 或者看一些黑色層次比較多的東西 那毛病就出現了 你會發現它的暗部細節表現得很不好 除了看起來髒髒的之外 也有明顯的色偏 整當我感覺 這類線線好像在哪裡經過的時候 我想到我當初評測的ROG Phone 3 正好就是這樣的情形 於是我回頭確認了這支工程機 以及ROG 3的螢幕解析度 Bingo 一模一樣 加上這機身尺寸與邊框也鋪有ROG Phone的感覺 又是144Hz 基本上不用仔細比對 就知道這螢幕就是採用ROG 3的快樂 然後這次還有一個ROG沒有的問題啦 90自動亮度似乎沒有寫好 同樣的環境下 螢幕也會忽亮忽暗的 至於效能的話 8加就暗的實力也不用懷疑了吧 雖然我不太確定高通空城市 能不能以測試的名義來打遊戲啦 但如果有的話 這個遊戲體驗當然不會差到哪裡去 那接著我想說 既然這次的Bullloader沒在說的 我朋友那裡也有提取出它的認體來 那不如我也裝個Magic看看嘛 很快的任務就達成了 因為沒什麼限制所以十分的順利 最後我也躲過了SafetyNet安全檢測 準備抓個Google錢包 看有沒有辦法拿它來避惜用卡 拿這種工程機去操張感應結帳 想想就超酷的啊 結果是成功加入卡片了啦 但要做到感應支付 就必須限設定螢幕鎖 這時候我就發現這手機的另一個問題了 因為它只要一設定螢幕鎖 就會整個閃退啊 意思就是我的感應結帳之夢 只能被迫終止在這裡了 反正使用體驗大概就這些了 一台工程機給一般人使用 真的是玩不出什麼東西來 拍照表現也是如此啊 你就想像是一顆當今規格的鏡頭 但就少了軟體輔助與加強 所以逆光環境不是過曝就是太暗 超廣角的邊面也很模糊 前鏡頭直接變成照妖鏡 怎麼拍都不對 夜拍的話就更不用說了 當今手機的夜景模式 還是很重要的啊 啊然後還沒講完喔 我這裡其實還有個東西想趁這次證實一下 先前有個文章指出 工頭S888處理器其實是能有很優秀的效能表現 而它正是在工程機上面得以實現這點 這也是為何當初大家看工程機的跑分 就有著S888將會很強的錯覺 總之我這裡就照往常那樣 裝了3DMark 給它負載最高的20輪壓力測試看看 這個不測還好一測嚇死人 它竟然跑出了97.5%的驚人穩定度 給各位參考一下 一直以來穩定度表現都很棒的ROG Phone 在搭載S888的第五代上 掛了風扇之後就有91%的穩定度 這在市面上相同處理器的集中力已經算很高的了 結果竟還不如一台沒加風扇的工程機啊 很大的原因就在於 這工程機內部的散熱用料了 除了直接單根銅管連向處理器之外 還配有超大塊的銅箔 邊框也是金屬的 那具有開口的被蓋或許也有些幫助 總之這一路跑來還真的是不怎麼掉 不過這個ROG Phone我的最高分也比工程機高了100多分 原因在於工程機上的S888 CPU與GPU實脈都是比市售版還低的 雖然有比較好的穩定度 一部分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啦 但要達成這個境界絕對還是相當不簡單的 總之以上就是這十字高通工程機的開箱實玩啦 因為設備跟技術還沒到位 目前也就只能這樣潛藏有些可惜 但應該有讓大家看見不少金錢從未看過的東西吧 這種東西通常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不過將來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就帶大家看看更多市面上沒賣的機子吧 但在這之前還有個年度大片要發呢 就請各位多多支持 有考慮要買的就先追蹤一下吧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